好 主播观众 日本长野县政府出动大批远警 因为就在台湾时间下午三点左右 长野县中野市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由女性遭男子刺伤 没想到警方赶到现场后 这名男子手持类似猎枪的枪支朝远警开枪 造成两名远警跟被刺的女子总共三人身亡 另外还有一人也受伤 这名行凶男子身穿迷彩服戴迷彩花纹帽 攻击完女子跟警察之后呢 他是直接躲入附近民宅 跟警方继续对峙 而且就在晚上将近七点以及七点十分左右 现场又再度传出枪响 由于事发地点是距离长野电铁车站西侧 大约1.5公里的住宅区 也让日本警方紧急呼吁当地民众不要外出 以上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